要法王子 自幼就不曾中断过对佛教的信仰 小时爱听佛经 做善事 长大后整日潜心与经典 抄写读诵 不仅如此 他还到全国各地求法 及收集佛祭 他的前程 整个都城里 可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天 他来到一个深谷里 看见一户人家 请问主人在家吗 王子边问边走了进去 哎呀您好王子 一件药法 穿戴华丽高贵 屋中的一名男子 便站起来答道 请问有什么 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吗 主人问道 我想收集佛祭 希望越多越好 王子您找对人了 屋主极高兴地回答 并同时贪婪地 盯着王子身上的宝石 和衣服 哦 主人能说佛祭啊 要法大感意外 当然 那主人仿佛很不在乎 只要把您身上的华服 和珍宝给我 我自然就说给您听 要法王子二话不说 脱下身上贵重的衣物 递给那男人 请说吧 那人一瞧 这么轻易得手 更加大胆地说 要听这佛祭 你还得从悬崖上跳下去 做得到的话 就先发誓 我再说佛祭 怎么样啊 要法王子大吃一惊 问道 主人 你逼迫我跳下悬崖 这到底是为什么 哎呀呀 我只是怕您 听了佛祭后反悔 舍不得那些财宝 到时 凭着权势又给夺了回去 还会说我贪心不足 有意刁难您 那可怎么办啊 那男子的用心 可真周全 要法王子的诚心 遭到欺骗 心中实在难受 但为了最珍贵的佛祭 也丝毫不后悔的发誓了 那男子说出一句佛祭后 就跟在王子后面 催促道 哎呀 您还不赶紧去跳崖 要法王子走到悬崖边上 扶手下誓 只见山谷底 黑漆漆底 不知有几百丈深 佛陀啊 由于我真诚的求法之心 就算从悬崖跳下 应当稳稳的落地 无意是顺伤啊 说完 要法王子一跃而下 离地越来越近 速度越来越快 心中却是一片喜悦 就在触地前的瞬间 不知从何处伸出两只手 将他稳稳接住 轻轻地放在地上 要法王子睁眼一看 面前站着一人 说 王子 你的一片至尘感动了上天 我乃似天王是也 似天王说完 随即向风似的离去 那男子在悬崖上 见佛祭有如此神力 心声悔悟 自责不该财迷心窍 也从悬崖上跳下来 当下对佛法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于是 那男子赶紧来到 药法王子的面前 说道 请原谅我刚才 利欲熏心 请接受我的忏悔吧 药法王子从此以后 更加忽持佛法 道业更是进步 而药法王子 就是后来的舍利福 那说佛祭的人 便是何加利比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